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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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汉 今年五岁 欢迎你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王玉谦小朋友 小嘉宾 王玉谦 今年五岁 欢迎你 那今天叫我们做手工的呢 是我们的小董老师 大家好 我是小董老师 手工老师董倩清 来自北京军区机关幼儿园 欢迎 小董老师 今天咱们来做手工作品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对啊 今天呀我们要来做在夏天能让人变得特别凉快的一个作品 哦 在夏天如何能够让我们变凉快呢 小朋友知道吗 变风扇能让我们凉快起来 哎 说的没错 还有什么吗 不扇 哦 不扇 也是扇子 也是扇子 还有我们现在眼部室里呢 正在吹的这个空调 所以说呢 说到能让我们变凉快的方式呢 有很多种 这个作品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蜜蜂折扇》 哇 哎 想必这个作品呢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也都非常喜欢 那在学做今天的手工作品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在自己的周围寻找一下 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 彩色卡纸 雪糕棍 双面胶 好的 我们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呢 就请小董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吧 嗯 首先呢 我们需要准备两张黄色的卡纸 然后我们像折扇子一样折出折痕 来 好 我们一人一张啊 这个方法呢 我们在做手工作品的时候也经常用到 希望小董老师呢 把它给记住了 嗯 好 正面折一下 反面折一下 反面折一下吗 是的 小朋友说得非常对啊 需要正面折一下 然后反面折一下 好 折好了 折好以后呢 我们将卡纸对折 对折 对折 然后用双面胶把它固定起来 现在呢 我们需要将两个扇面 像这样给它粘在一起固定住 我们用双面胶来帮忙 变成了一面大的扇子 但是我只有一面小扇子呀 对啊 所以我们两个要合在一起啊 是不是 像这个开瓶的孔雀像不像 对 像 粘好以后呢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需要用到两个雪糕棍 然后呢 分别粘在扇子的这个位置 这是来做哪个部分呢 我们来做扇子的握柄 哦 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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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除了雪糕棍 还想问问小朋友们 还有什么可以来代替吗 吸管 吸管 吸管是可以的 还有吗 筷子 还有废旧的这个筷子 或者用过的一次性筷子 把它洗干净啊 也是可以来做这个扇饼的 粘好以后呢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手柄呢 更结实 可以用一个条形的 然后铜色的卡纸 我们可以给它固定 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啊 在这个 我们刚才的小木棍的另外一侧 对 也粘上双面胶 这样比较省事 同样可以起到相同的这个效果啊 嗯 好 来小朋友 来捏一捏 来 我们一起来捏一捏 嗯 让它粘得更加的牢固一些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做 蜜蜂的眼睛 我们需要拿出黑色和白色的卡纸 在上面画出大小不同的圆 好 像老师这样来画 哎 好的 画好圆以后呢 我们可以沿线把它剪下来 那剪好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将圆从大到小叠粘在一起 可以像老师这样来粘 铲好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把做好的眼睛粘在上面上吧 像老师一样 我们粘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拿出黑色的卡纸 剪出嘴巴的形状 我们可以剪一个月牙的形状 然后我们再需要一个长条的黑色卡纸 然后将它对折 我们来做蜜蜂的触角 给它剪开 好 小朋友 那我来问问你们 你们知道这个蜜蜂的触角有什么作用吗 是用来采花蜜的 用来采花蜜的 蜜蜂的触角呢 相信小朋友们一定都见到过 它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首先可以和同伴之间呢 来传递一些信息 其次还可以帮助他们清楚地知道 这个风速 风力 还有气压等等 所以说呢 对于它来说 可以说是在这个触觉和嗅觉方面 都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 原来是这样 好 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蜜蜂的触角吧 好 然后为了让我们的触角呢 更逼真 我们可以在上面粘两个橙色的椭圆 粘在这个小条形的顶端 接下来我们把做好的嘴巴呢 粘在眼睛的下面 将触角呢 粘在蜜蜂的头上 像老师这样来粘 粘好以后呢 我们需要用到四根长条的黑色卡纸 然后来装饰在蜜蜂的身上 做它的花纹 像老师这样 我们粘在上面的这个位置 最后呢 我们要来做蜜蜂的翅膀 小朋友呢 可以拿出两种不同蓝色的卡纸 我们画出蜜蜂翅膀的形状 画好以后 我们对折 把它沿线剪下来 接下来 我们沿着翅膀的边缘 画出黑色的轮廓 那描好以后呢 像老师这样 把翅膀粘在一起 最后呢 我们把做好的翅膀 固定在蜜蜂的这个位置 那这样 我的蜜蜂折扇就做好了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哇 好凉快呀 我的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也做好了 嗯 可爱的蜜蜂 小朋友们还记得 触角的作用吗 蜜蜂可以用触角 巡查头发 蜜蜂的触角 可以起到 嗅觉和触觉的作用 嗯 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一定要记住 是的 来看看我们的 上一山小朋友 哇 加上这一对翅膀 这个锋力更大了 是不是 是的 那我们的作品呢 都学会了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有没有学会今天的作品呢 第一步 将两张黄色的卡纸折成扇面 固定在一起 第二步 画出蜜蜂的眼睛 嘴和触角 并粘在身体上 第三步 在折扇上装饰上花纹 第四步 做出蜜蜂的翅膀 并粘在身体上 这样 好玩的蜜蜂折扇 就做好了 天的花纹 天的花纹 咬着蜂蜂一旁 我们学会了 天亮花 笔图一图 我们学会了 大家好 我叫天文轩 我今年六岁了 这是我做的西瓜上子 让我来山山 放两块下吧 大家好 我叫张诗海 今年五岁了 这是我做的 火龙果扇子 这里还有一个 完整的火龙果 是不是很漂亮呢 大家好 我叫王西呀 今年五岁半了 这是我做的柠檬扇子 我还在这里 装着了一颗柠檬 让我来山山风吧 山起乔乔乔 快乐咚咚咚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做得太棒了 根据这个创意呢 我们还做出了 不太一样的扇子 来小朋友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是什么呢 狮子扇子 是一个狮子的造型 看上去 是不是也非常可爱呢 一圈狮子的棕毛 来扇一扇 效果也很不错 其实可以发挥想象力 做出各种各样的动物 是不是 是的 好 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做的 是什么呀 给大家介绍一下 白云扇子 下面飘的是什么呀 像一道彩虹 是不是 来扇一扇 拿起来扇一扇 哇 这个彩虹 彩虹飘起来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怎么样 怎么样 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喜欢我们的作品呢 好的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好的创意 或者更喜欢谁的作品 欢迎下载央视频关注智慧术 来留下你的意见和建议 那今天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小董老师 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持指拇指放后 持指中指并笼 做法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炒铃铺 小朋友们 今天的手工作品是不是 要好看要好玩呢 你们都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了 那就快快找出家中的材料动手做吧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 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小朋友们 快和我一起到我的农场里去 看看我的好朋友们吧 走喽 我的农场里 有群小奶牛 花纹黑白色 萌萌萌萌萌萌萌 它爱吃草爱大小 萌萌萌萌萌萌 它是我的好朋友 萌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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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农场里有群小绵羊 身体软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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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她爱干净爱洗澡绵绵绵绵绵绵 她的样貌像云朵绵绵绵绵绵绵绵 我的农场里有群小马鞠 跑起来飞快 踢踢答答答 她爱自由爱奔跑 踢踢答答答 她能带我奔向远方 踢踢答答答 小朋友们 你们的小耳朵都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是我们一起讲故事的时间了 每天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等着我们 今天这个故事会是什么呢 她的主人公又是谁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你们看到什么了 字和小女孩 字和小女孩是吗 是啊 那这小女孩在做什么表情呀 害怕 哦 这是害怕的表情是吗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她为什么会害怕吧 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不能再łę唇一份 这条文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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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时间到了 蓬蓬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 加油加油 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 一起来运动 加油你最棒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教练田田田 大家好 我是依依我今年五岁了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增强脚踝稳定性的训练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任务吧 今天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原地直腿跳 保持好身体的稳定 腰背部挺直 身体直立状态时 不要屈膝 不要前后左右晃动 保持身体稳定性 好 双脚并拢 手放于枯方两次 双手背后 脚后跟抬起来 不要接触地面 好 起跳 对 保持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保持肩肘平行 保持上身的稳定 这个动作是增加脚踝的刚性和稳定性 为跳做准备 跳跃 保持 注意身体的稳定 不要前后左右晃动 原地直腿跳 练习这个动作 可以训练孩子们足部弹性式能练习 增强踝关节主动发力的能力 还可以提高脊柱刚性 增强身体紧绷能力 为跑跳做好动作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